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援救首都汴梁 金军主力被迫后撤 而同关黄河防线便不攻而溃 随后蒙古大韩窝阔台 亲帅大将宿布台等人大举南下 与拖雷在三丰山地区 今河南宇州西南会支 为了抵抗蒙古大军 金国集结了本国最后的主力 一共35万大军 反观蒙古不过4万人 人会回光返照 国家也同样会 一开始 金军凭借人数优势多次击败蒙古 因交战失利 蒙古人被迫退往三丰山东北西南一带 军将武山高英任前锋进攻三丰山西南一带盟军 杨沃衍 樊泽则率军进攻三丰山东北一带盟军 盟军被迫全部退往三丰山东部 金将张慧 岸德木占据了三丰山较高地势后 又率骑兵万人 自上而下冲击盟军 盟军再次退却 拖雷掌握战争主动权 正月15日 一开始气势汹汹的蒙古大军 竟然反被金军包围 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但是由于天寒地动 金军被迫停止进攻 吞于山下 准备困死蒙古人 而这一举动也掐灭了金国赢得蒙金战争的最后机会 被围困于三丰山 上至拖雷 下至普通将士都感到非常绝望 因此史书记载 将士颇具 由于蒙古人更擅长于在下雪天作战 因此拖雷招来随军巫师 使用西域摩石骑雪法术 希望能下一场大雪 不知是不是蒙古人的诚意感动了上天 十五日中夜 果然天降大雪 蒙古将士见此 士气为之一震 当晚 蒙古将领超司发现三丰山上金军迎币不坚 便率领经济 主动袭击金军迎垒 使金兵受到极大惊扰 随后 蒙古人破围而出 由于天气太冷 导致沟中金军僵力 刀朔动不能举 金人割己攻使洞禅莫能师 甚至连武器都拿不起来 更别说阻止蒙古人的反包围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 拖雷部蒙军突围成功后 又与自黄河南下的蒙军会合 反过来将金军四外为之 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蒙古人的手中 金军虽然被风雪严重削弱 但毕竟有35万之重 因而拖雷并没有下令立即攻击 他希望等金军被进一步削弱后 再一击制敌 拖雷决定原地烧烤 雪越下越大 包围圈内的金军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军事被甲骤降丽雪中 枪硕洁冻如船 军事有不时至三日者 由于补给被完全切断 金军将士完全陷于动恶之中 同时金军驻扎的地方 地理状况极差 到处都是泥拧 甚至深可过息 因此金军连突围都变得举步维艰 因此将领们决定原地死守 各自为战 等大雪停止再行突围 然而一代名将拖雷 又如何会给你突围的机会 他见金军饥寒交迫 因此心生一计 他命全军将士在金军的上风向 赤心烦牛羊肉 耕地休息 也就是一边吃烤牛羊肉 一边休息 牛羊肉烤得滋滋冒油 火焰撩过脂肪 散发出浓烈的肉香 香味顺着朔风 飘入金军将士的鼻子里 激发了金军更为激烈的饥饿 强烈逃跑欲望 让金军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 拖雷见时机成熟 于是祭出蒙古人常用轨迹 围三缺一 金军将士见有逃生的机会 于是争先恐后地向缺口逃亡 然而拖雷如何会让主书的鸭子飞掉 最后蒙古大军熟练地实行了合围 像捕猎野鹿一般屠杀着逃亡的敌军 正所谓先开一面放三日 然后共施胡使威 在这场毫无悬念的屠杀中 三十五万金军没有经过什么抵抗 便全军覆没 根据史书记载 金军奔数十里流血被盗 滋账伪滋 金之精锐尽于此矣 于众蹦走随州 扶兵起又败之 这一场完败敲响了金朝的丧终 1234年 金朝最后的城池 蔡州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攻击下陷落 末代皇帝完颜成林自杀 这个曾经强悍的 由女真人建立的王朝 最终走到了尽头 那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托雷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承吉思汗四子托雷 托雷是承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 他和正妻索鲁和铁尼 育有蒙哥 忽必烈 忽烈物 阿里布哥四子 托雷少年时就跟着父亲东征西陶 跟他的三个哥哥一样英勇善战 承年之后 他带领军队四处征战 战功赫赫 为蒙古帝国的建立 做出了很大贡献 承吉思汗把自己的四个儿子 看成是帝国的四根支柱 让他们各自分管不同的事物 树翅管狩猎 查核台掌法令 我扩台主朝政 而托雷则统领军队 一二一九年 托雷跟着父亲戚争 夫子俩带主力部队 直逼花辣子摩的布花刺城 并将其一举攻克 在父亲的命令下 托雷又带着一只精锐之师 越过阿姆河 直接攻占呼罗山珠城 后来 承吉思汗攻打塔里汗寨 近阿富汗 穆尔加河上游之北时 塔里汗军民顽强抵抗 巨险坚守 蒙古大军打了七个多月 始终拿不下来 托雷受命回师 跟城吉思汗一起围攻塔里汗 这才拿下了此城 此后 蒙古军队将城内的军民尽数坑杀 很快 托雷又攻入呼罗山地区 学习了这里曾经反抗过 蒙古大军的城池 有一次 一支蒙古小分队在马鲁城下被监禁 托雷知道后 在121年春指挥七万大军围攻马鲁 马鲁守军将领出城投降 托雷起先承诺不会杀害他 但等蒙古大军进城后 却把城中所有军民尽数坑杀 仅留下了城中的四百个工匠 此次屠杀 死难者多达七十万 马鲁城由此变为一片废墟 121年 托雷进攻尼沙布尔 守军遇县城归降 被托雷拒绝 他命令部下用抛石机强攻该城 攻下之后立即屠城 在进攻野里 今阿富汗赫拉特时 托雷尽管准许城中平民百姓投降 但是却坑杀了一万多守军 说托雷勇猛也好 残忍也罢 无论如何 屠城是蒙古帝国的一种威慑之策 蒙古军攻占城池的目的是烧杀抢掠 一边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 一边威慑别人 这也是许多人诟病蒙古军队的原因之一 在成吉思汗的四子中 托雷无疑是最受宠爱的 蒙古族有个习惯 即由最小的儿子承袭副业 不过在戏征开始前 成吉思汗考虑韩卫继承人时 认为窝阔台宅心人厚 常于人际交往 更适合处理朝政 所以决定日后由窝阔台承袭韩卫 成吉思汗临终前 再次将四子叫到身边 一再强调他们要团结 要拥护窝阔台 绝不能自相残杀 成吉思汗病逝后 根据封建帝制 应该马上由他选定的窝阔台继承韩卫 但是此时蒙古还不是封建社会 库里勒台也就是部落议事会 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窝阔台欲登基为韩 只有成吉思汗的一命是不够的 还得等库里勒台的最终决定 后来由于库里勒台意见有分歧 有人支持托雷 有人支持窝阔台 导致韩卫空了两年 这两年就由托雷设政 他也由此掌握了蒙古帝国的军政大权 成为当时蒙古帝国实际执政者 1229年为了选出新的大汗 蒙古各部又召开了一次大会 会上依然有人没守成规 认为该力托雷 不应遵从成吉思汗的一命 使得大会上争吵不断 但是此时树士已死 窝阔台又有查核台的大力支持 相比之下托雷示弱 最终被迫拥立窝阔台为寒 窝阔台成为大汗之后 托雷继续四处征战 对蒙古帝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有人说托雷之功 住在社稷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当时的西晋司马政权被推翻后 一众皇室随后也就遭到了毁灭性的屠杀 而来自司马家族庞系的司马楚之 是为数不多逃过这场灾难的人 大难不亡之后 司马楚之一直想着替族人报仇 而他凭借着待人友好的性格和将帅之才 没曾想 还真就很快组建了一股势力 不过 司马楚之深知 仅凭自己手下的军队很难成就大业 因此 他借着留宋内乱的机会 直接带队投靠了北魏皇帝拓跋涛 之后 拓跋涛顺利统一了北方 而司马楚之 因为战场上的表现格外出色 加上人员也不错 顺理成章 便成为了拓跋涛的心腹大将 司马楚之的用兵能力有多强 只需要通过一个小故事 就能很好证明 在一次押运粮草的任务中 司马楚之因为发现一头驴少了只耳朵 当即便让全员警戒 同时下令砍伐柳树 结果挽救了全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危急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驴和将军的故事 皇室危机 曾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家一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成功拿下统一后的三国 建立了西晋 岁月更替 晋国也在最后一位皇帝 晋敏帝的手上面亡 在这个动乱的时期 司马皇室的人无疑是最危险的 司马皇室几乎被全臣斩杀殆尽 北上避难仅剩一只庞系亲祖 司马楚之是司马懿四弟司马魁的八世孙 司马楚之的父亲是司马荣妻 在一周担任刺史时被人刺杀 朝夕之间司马楚之就失去了依靠 司马楚之只能前去投靠叔父司马玄妻 但是不曾想叔父也惨遭杀害 司马楚之可以说是正经八百的晋朝宗士 痛心的司马楚之一心为了报仇血恨 谋划这起义 他聚集人马 前朝不少人支持他 归附他的人就有一万人之多 司马楚之对世人都以诚相待 这也是很多人拥护他的原因之一 司马楚之为人谦和 待人温厚 许多将士都感受到了他的关心 在司马楚之身边有个卧底 司马楚之并不知道 司马楚之身边的卧底名字叫做穆迁 司马楚之对他极为信任 这让穆迁有恃无恐 某天 穆迁收到消息让他去刺杀司马楚之 夜间他装病 他知道司马楚之会来看望他的 想借此机会刺杀司马楚之 司马楚之听闻穆迁病重 夜间也去探望他 司马楚之见穆迁病重 不放心地喂他喝药 嘱咐他好好休息 其他事情不用担心 穆迁看着对他这样好的司马楚之 枕头下面的匕首也卡住了 心也动摇了 后来他放弃了刺杀司马楚之 并且告诉司马楚之真相 司马楚之并不介意 慷慨地像之前那样对待他 司马楚之不仅待人接物优秀 他还擅长带兵作战 胆大心细 他的军队也越来越壮大 成为一方割据 时趁刘宋内乱 司马楚之清楚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与北魏皇帝拓跋涛 联合一举拿下刘宋 司马楚之报仇心切 率军在长社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许昌 一举拿下刘宋大将 并且收复失地 致使宋文帝第一次法北失败 在之后的梁州大战中 更是大显身手 司马楚之助攻北魏十分成功 受到拓跋涛的器重 后来司马楚之又解救了 被刘宋侵占的囚驰国 将其纳入了北魏的版图 自此北魏完全统一了中国北方 不过北魏的敌人 不只是有南方的刘宋政权 还有北边的草原部落柔兰 统一国内内乱之后 边境柔兰问题 成为困扰北魏最大的难题 于是北魏拓跋涛皇帝 御驾亲征出征柔兰 在北史中写道 车驾征如如柔兰 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都运 以济大军 时镇北将军封榻王入如如 说令机楚之以绝粮运 如如乃浅掺褚之军 劫吕尔而去 北魏拓跋涛皇帝将后方的重任 交于司马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 负责押送大军的不计粮草 古语说 两军交战 粮草先行 在两军交战中 不仅要靠前方上阵杀敌的聪明机制 更需要的是后方的资源冲备 因为后方粮草断送 导致交战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北魏将这个大任交给司马楚之 不仅是考验他的能力 也是让他有服众的资本 同时也是相信他的为人 另一边 在柔兰有个叫封榻的人 他原本是北魏的人 但是因为犯错被处罚 他逃到了柔兰 并且向柔兰人献祭以求生存 他向柔兰人说 只要断了北魏的粮草 北魏就无法继续前进 从而不攻而破 柔兰人听信了他的话 派人到司马楚之军队打探情况 在任何时代的战争中 粮草补给都是很重要的一环 它将直接影响到一场战争的胜负 因此司马楚之全城都会安排人严加看守 而有一天晚上 在行军过程中 司马楚之经过一座城时 部队要休停整顿 一个士兵在巡逻中突然发现了异常 有一头驴少了一只耳朵 看起来就跟被人割掉一样 于是立马上报给司马楚之 随后 司马楚之立即下令全军进入警戒阶段 并且要求士兵去砍伐柳树围城 在树周围灌上水 司马楚之并将一部分将士聚集到一起商量对策 他认为这是敌方探子前来打探情报留下的证据 割走的驴子耳朵是探子复命的凭证 这意味着要不了多久 敌人便会来抢夺粮草 虽然军队有疑惑 但是军令如山 大家还是执行了 城墙外就出现了一座泥巴和柳条糊起来的城墙 过了一夜 灌水的柳树全部被冻住 泥巴住的这座城墙也变得坚固异常 里里外外全是结结实实的冰块 果不其然 第二天柔兰军队兵临城下 可是这一座城墙 让柔兰人一来就觉得难以攻破 向来擅长沙漠草原作战的他们 面对这些冰块 思想和行动上一起打滑了 所以柔兰军队也只好撤退 北魏众将士在此刻都十分膜拜他们的司马将军 觉得他像神人一般 后来司马将军就解释道 他能做出这些决定 全靠自己在常年作战中 得知柔兰人在刺探敌情时的习惯 司马楚之说 必探贼截之为燕耳 贼将置疑 柔兰人在刺探敌情之后都会割掉敌军驴的一只耳朵 作为他们此行去刺探敌情的证据 大家听了之后恍然大悟 又更佩服这位贱危之助的将军了 柔兰大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打探情报的小习惯 司马楚之竟然知晓 失败后的他们也只能将封榻杀死来泄愤 守住了粮食后背 北魏皇帝拓拔韬也是大显神威 后来拓拔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更是大喜 连连的给司马楚之升官 并且将公主也嫁给他 招他入朝 授予安南大将军 随后又封他为狼牙王 虽然无法回到司马皇室的时代 但是如今他也变成了北魏的皇亲国戚 司马楚之能够展现自己的先见之名 完全是因为他有充分的作战经验和熟悉敌人的情况 在那之后 拓拔韬将北江交于司马楚之镇守 司马楚之家族在北江镇守了几代人 司马家族一脉也得以延续 司马楚之功成名就的事情 也被一代代人相传下来延续至今 司马楚之一战成名的故事 也被后人一遍遍地提及 让人感叹 让人反思 让人学习 不得不说 中国人的战术思想 真的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纵观整个历史 各朝各代 类似司马楚之这样的将领数之不尽 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大一部分原因 便是能够合理利用环境做出逆天部署 所谓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功成 语出孙子兵法谋公篇 孙子认为 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善中之善者 而百战百胜 非百战之善也 这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在战争过程中 讲究场外谋略的较量 辅助以外交方面的压力 做到不战而胜的结果 最大程度降低真正成本 达成战略目的 工程之法 即使百战百胜 也是为之不得 在中国数千年的战争史中 兵家的这种战略思维 为无数将领提供了经典战役 可名垂青史的机会 五代十国 中原地区陷入了 长达两百多年的 朱雄割据的时代 这个时代 名将辈出 兵家纵横天下 周太祖国威 在早年为将时 便赎安兵法 在受命攻打叛军 李守珍的河中城时 一改常态 为城而不攻 让几万士兵去盖房子 将功心之道运用到极致 最终 以极小的代价 一举击溃 坚守不出的叛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 我们就来聊一聊 郭威的故事 李守珍谋反 后汉平叛数月无功 五代十国时期 是中原地区政权交替 攻伐最频繁的时期 无数王朝在战火中建立 而又轰然倒下 在那个时代 臣子篡位 傀儡皇帝的事情屡见不鲜 后汉开国皇帝刘之远 轰逝之后 其子刘成又继位 李守珍手握重兵 见新王继位 根基未闻 便连同赵斯丸等人举兵造反 好在朝廷军队 在面对叛军的时候 还是具有碾压优势的 平叛前期 刘守珍节节败退 根本无力招架朝廷的平叛攻势 直到退到了一个叫做 河中城的地方 这个地方城楼兼顾 人口众多 水源粮草充足 是李响的固守之地 于是李守珍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将之一 当即决定 固守河中城 面对叛军这样的归缩情况 朝廷反叛军队围城长达数月 一直从初春打到了夏天 费尽心思 也没能攻破城池 刘成佑面对这样的情况大为恼火 战争机器一旦运转起来 对国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内耗 九宫不下的人员伤亡 巨大的军需开支 都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圣动之下 刘成佑决定换帅 任命郭威为主帅 前往平盘 上兵伐谋 剑走偏锋 郭威一战破城 从军事角度来说 实则为之 即双方兵力悬殊达到十倍 即可采取围困歼灭的战术 面对这样一支固守孤城的叛军 攻破城池 从理论上来说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动乱的五代十国 各国之间攻伐不断 国家没有那么多心思 去放在内乱评判之上 或者说 经受不起因为内乱 带来的巨大军队人员减员 因此 郭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 如何以最小的代价 攻破河中城 当然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持久战 河中城毕竟孤城 即使粮草封贝也定然有耗尽的一天 用时间消磨下去 获胜是早晚的事 但是这与郭威本来的最小代价 攻破叛军的目的背道而驰 朝中群臣都在猜测 郭威要怎么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郭威的做法却令人大跌眼镜 郭威到达河中城下驻地之后 并没有马上幕府议事给叛军下马威 而是带人在城下游玩似的转悠了几圈 这番转悠看似悠闲 实则在观察河中城的布防情况 果然如同情报所说 河中城城楼坚固 攻坚难度极大 若是贸然攻城 必定伤亡惨重 郭威回到军营之后 一番深思召集军队 让他们就地建防扎寨 大家都搞不懂 新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但是军令如山 只得另行禁止 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 在河中城楼下开始夯土建房 房子建成之后 疑惑不解的李守珍组织了一次夜袭 郭威大军猝不及防 被撵出了新修好的城寨 而建好的房子 也被李守珍的叛军焚烧毁殆尽 众将士极为震怒 质问郭威为何不组织反击 郭威只是摇头 并在下军令 要求重建房屋 将士们无奈 只得重头再见 不料新房刚建成不久 又在李守珍的夜袭中被毁 郭威依然按兵不动 要求三军将士继续重建 就这样反复几次后 将士们都把建房习以为常了 谁知在一次夜袭之后 郭威立即召开军中议会 组织工程 工程过程几乎是一马平川 郭威的军队带着满枪怒火和怨气 一举攻破城门 以极小的代价击溃了叛军 为什么郭威会选择这个时候工程呢 其实啊 作为酒精沙场的老将 郭威深知士气对战局的影响 之所以屡次让李守珍叛军破坏 他们的营地新房 就是为了消磨他们的意志 然后再重建新房营地 周而复时让叛军明白 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偷劳 这样的困兽之斗在无形之中 极大的打击了叛军上下的士气 同时屡次被毁营地 让原本觉得稳操胜券的朝廷叛军怒不可遏 积攒怒火都在心底积怨 想要一鼓作气攻下城楼 在这个反复被偷袭破坏营地的过程中 郭威也在观察李守珍叛军的虚实 他发现每次跟随李守珍 出来夜袭营地的人马越来越少 就知道他们的耐心正在消耗殆尽 而且每次出城席营之后 李守珍叛军都以为郭威会继续重建军营 不做反击 军队上下警惕心相比坚守放到了最低 所以郭威见时机成熟 直接组织了反击 这种突然的反击 无疑是给了本来怨气甚深的朝廷军队 一针强心剂 大家立马振作起来 把这些日子积攒的怨气化作了杀意 顿时攻破了毫无防备的河中城 总结 此战尽管从过程上来看稍显周者 但是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河中城 叛军将领李守珍在战败后自尽而亡 消息传出之后 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和永兴军节度使赵思晚 直接选择了投降 这次叛乱逐渐得到平息 其实从到前线的第一天开始 郭威就开始了心理战 在这个过程中 他看准叛军孤城无援的客观事实 一方面把河中城围成一个水泻不通的死城 同时又反复利用修建营地扎债 摆出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给叛军全体制造了一种有恃无恐的心理压力 李守珍作为叛军敌将的统帅 在这方面尤为敏感 感受到这份压力之后 本来就是一败再败的他开始焦躁不安 决定业席郭威军营 内心希望郭威能够阻止反击 在战斗中去打消自己将会被围困致死的忧虑 但是郭威的选择是什么 不做出反击 继续修整营地 李守珍更加急不可耐 一次次夜袭 一次次重建 面对这样的情况 内心深处的绝望 开始从将领蔓延到士兵 于是 他只能选择更为频繁的领兵出城夜袭 也试图安慰绝境中 自己还能抵抗生存下去的信心 殊不知 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的将士面对一次次营地的重新修建 绝望感和无力感越发明显 兵战为下 攻心为上 这个时候 郭威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发觉守城叛军的低迷士气之后 郭威毫不犹豫地组织了攻城 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 毫不拖泥带水地攻灭了叛军 兵者之善 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守珍兵败的消息和过程 传到了凤翔节度使王景崇 和永兴军节度使赵斯宛那 面对这种绝望的还死 他们选择了更直接的投降 于是啊 国威尽管在河中城下耽搁了些许时间 平定李守成叛军 却直接迫使了王赵二人的投降 以极小的代价就平定了这场叛乱 兵者 鬼道也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涌现出了无数的军事奇才 正是他们对兵家思维的极致运用 才使得今天的历史如此的丰富多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